你怎么才来啊 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你还说呢 我们都不能好好告别了 什么事啊 这么急着走 没办法 因为我心脏病的事 治疗计划已经做好了 我爸求了我好久 我才答应的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短则半个月 长的话要一个月了 而且治疗期间 没法和你联系 你放心吧 我等你健健康康回来 我等你健健康康回来 你放心吧 我等你健健康康回来 原来你这么爱我 我 别否认你 精灵 我要你记住下面这一刻 精灵 精灵 你愿意嫁给我吗 快起来 大家都在看呢 你不是嫌我 昨天的求婚没有诚意吗 现在诚意失足了 精灵 我爱你 请你嫁给我 嫁给她 嫁给她 都她 都不愿意 我爱你 也不愿意 我爱你 你怎么来了 嫁给我 什么表情 不是 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嫁给我 你这没头没脑的 求什么婚啊 你这是 你这是要去哪儿 已经出来了 你能不能一次性地跟我说清楚啊 不会是跟嘉玲吵架了吧 然后你就离家出走了 真是的 你要离家出走 也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 那你呢 跟苏南阿姨见面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又不是第一次都习惯了 倒是你 你是第一次离家出走吧 清理 对不起了 都是因为我才让你受委屈的 我现在开始理解 奶奶为什么会反对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我可没答应跟你在一起啊 少嘴硬 你要是不想的话 为什么没有答应南阿姨离开湾 清理 你的心思我知道了 以后让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好不好 如果你们在一起 天老会失去很多 天老会失去很多 清理 我们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这样两个人都比较轻松 是轻松 但我不会开心 而且我知道 你说的这些话 不是真心话 你又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永远在你心里 别肉麻 走吧 回家去 谢谢 谢谢 谢什么呀 谢谢你收留我啊 我可没说要收留你 你赶紧走吧 清理 我现在是无家可归 无路可去 而且这天马上就要黑了 难道 你让我姑姑灵丁的一个人在外面睡啊 很惨啊 可是 那 你让奶奶发现了你就死定了 我保证 我会像老鼠一样 小心翼翼的 不会让奶奶发现的 你说的 保证 保证 等着 好 好 慢点吃 太好吃了 比我们酒店的厨师长炒得还好吃 那你请我去吧 再来 什么 咱们都会吃 还好 你干嘛 算给你 咱们 得饭 你这伙袭 没得饭 我现在就走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情况啊 你要是情况特殊啊 我可以勉强留你一晚上 不过下不为例 奶奶 奶奶奶 谢谢你 我就知道你最疼了 谢谢奶奶 好了 真没出息 那个清零 你把那小客房收拾收拾 就勉强在这儿留她一晚上吧 不勉强 精灵 回你房间去 知道 吃完了 把碗锅刷干净啊 放心吧 奶奶 一定的 精灵 这么说奶奶同意我们了 长月 我到底该怎么办 她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兄妹呀 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复杂 会儿费 属聚